屏东县寄养家庭由屏东家福中心及台湾世界展望会承接 不过世界展望会今年宣布退出寄养家庭业务 屏东家福则继续招募新鞋加入寄养家庭行列 但占不考虑接手市长会寄养家庭 为了不影响寄养儿哨的权益 屏东县政府正积极寻觅可接手的社福团体 也请有意愿的团体跟县府接洽 我们觉得有像家福基金会这样的伙伴 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寄养业务是发展到台湾四十几年的时间 它已经是一个很专精的专业了 对那政府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自己来做 如果有好的团体 我们希望来尽快来跟县政府来接洽 我们会请全力的来做 跟民间团体一起协力来做好这件事情 县府社会处表示 屏东县寄养家庭市长会有56户安置64名儿哨 家福中心有64户安置77名儿哨 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屏东县每个寄养家庭的寄养证书都是县府发的 所以都是县府的寄养家庭 因此服务会继续 无关市展会永无结束 我自己亲自跑了三场 对目前在世界展望会手上的寄养家庭 做了三场的说明会 告诉我们现在的寄养家庭 其实他们不只是世界展望会的寄养家庭 也不只是加古基金会的寄养家庭 他们都是屏东县政府的寄养家庭 对是只有现场定住的 世界展望会退场 屏东县政府不会退场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努力的在找 接下来可能承担的一个单位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们也不排除县政府自己接下这个工作 所以也不要太担心 就是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 刘美淑说 屏东县寄养家庭每月补助费用 从25614元提高到28460元 少年部分是3万多元 寄养家庭是半专业半志工的工作形态 市展会的寄养家庭大部分都愿意继续服务 县府正积极寻觅民间团体接受 若最后找不到 县府会意间扛起 绝对不会影响寄养儿哨的权利 记者张荣 杨正义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